5月19日大陆有关部门宣布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居民来大陆团队旅游业务收到了台湾旅游业者和广大台胞的热烈欢迎 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公开表示 不会解除禁止旅行业组织台湾居民旅游团来大陆的禁令引发了岛内各界的不满 两相对比之下 谁在为台湾同胞和旅游业者着想 谁站在他们利益的对立面是一目了然的 陆委会声称所谓需要旅游小两会协商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们一贯主张台湾同胞在两岸之间便利的往来 台湾民众来大陆团队友早在30年前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常态 根本就不需要两岸协商 台湾方面明令禁止台湾民众来大陆团队友 是过去三年三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 民进党民进党当局拒不解除禁令 只会损害台湾民众和旅游业界的利益 不得忍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